上次咱学了一些力的分解方法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我们往往要按照力的作用效果 对力进行分解 下面咱就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看看物体放置在斜面上的情况 物体受到重力 支持力和摩擦力 三个力的作用 这三个力中 重力的影响是主动的 重力使得物体有挤压斜面的力 和向下滑的趋势 因此才造成了斜面的支持力和摩擦力 为了表示这种影响 我们可以将重力按照垂直斜面和沿斜面 分解成G1和G2 如果斜面的倾斜角为θ 那么重力G和G1的较角也是θ G1和G2一个垂直斜面 一个沿斜面 二者较角为90度 因此这个平行四边形是个矩形 所以我们就能得到这两个分力的大小 G1等于mgcosθ G2等于mgsinθ 其中G1造成了物体下压斜面 有人叫它正压力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G1虽然大小上等于压力N 但是G1本质上是万有引力的分量 而N是弹力 二者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我们不要把G1叫做压力 而叫它重力垂直斜面的分量 G2造成了物体的下滑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下滑力 或者重力沿着斜面的分量 这样分解之后 咱就知道了在斜面上 有多少力使物体向下压斜面 有多少力使物体下滑了 看完斜面上的物体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用一个斧头用力向下劈 能够把木头劈开 这是为什么呢 来画一个图 对斧子施加一个向下的力F 由于斧子比较光滑 对木头的作用力主要是支持力N 因此我们可以把F分解为 两个挤压木头的压力N1和N2 如果斧子是对称的 那么N1和N2的大小就是相当大 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是一个零形 这时咱就能发现 由于斧子非常尖锐 也就是顶角非常小 因此压力N远远大于F 这样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F 产生两个比较大的压力N 木头就被劈开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减小斧子的尖角 那么在F不变的情况下 压力N会进一步增大 因此越尖锐的斧头 越容易将木头劈开 如果斧子的尖角为2θ 那么它的一半就是θ 那么左右的这两个角度也是θ 通过三角函数的知识 我们就知道了压力和F的关系 N等于1F 比上三眼θ θ θ越小则N越大 顺便说一句 一个小力产生一个大力 初中常见这种现象就是杠杆原理 实际上斧子劈开木头 利用的也是杠杆原理 省力废距离 你看我把斧子向下一动很大的距离 木头只会左右分开一点点距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绳子的问题吧 两段绳子下面挂着一个物体 那么两段绳子的拉力分别多大呢 物体受到重力作用 但保持静止 原因就是两根绳子拉着物体 因此两根绳子的拉力 合力必然与重力计当大反向 所以我们不妨先把重力计反向向上 变为G皮 再把G皮按照两根绳子的方向进行分解 这样就得到了两根绳子的拉力大小 实际上由于重力的影响 两根绳子都发生了微小形变 而体现这种形变的正是拉力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力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分解 好了 这次就讲到这里 你都记住了吗